民众如果要规划端午出游 往南走会比较保险 明日新闻政府报道 五都选战先来看的是新北市的英伦大战 现在选战逐渐的加温 蓝绿阵营似乎也展开了拔庄大战了 蔡英文说最近得到了国民党籍 前平西乡长林耀廷的支持 这是不是拔庄成功呢 蔡英文只是低调的说 这只是争取基层的支持而已 不过已经让对手朱立伦很不是滋味了 朱立伦回呛说 他其实也有绿营的朋友来支持他 不过他是低调的拜访 免得造成困扰 趁着端午节前夕 朱立伦继续勤跑行程 更把目标锁定基层的乡镇长 因为最近党内的前平西乡长林耀廷 公开支持蔡英文 自己的装脚被拔 这口气真的吞不下 我自己的出生 我的家庭背景 以及我在桃园有非常多好的这些朋友 是属于民进党籍的 当然我们也都有一些拜会 都有一些拜访 但是我觉得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我们不需要用公开的方式 简单几句话把拔庄的问题轻轻带过 因为蔡英文勤跑基层不但不分蓝绿 也积极开发年轻选票 除了到校园跟学生座谈 在网路上的人气更是哄不让 从眼镜小英 变身墨镜小英 蔡英文戴墨镜的画面首度曝光 不但让小英部落格人气暴涨 就连在Facebook上 也是政治人物人气排行榜的第一名 让他开心的不得了 我大概是做过老师比较久 所以学生对我大概比较有亲近感 那我知道上网的大概是 蛮多青年的学生 我现在正在换我的手机 看看可不可以直接上电视 就连手机也要换成 可以随时上网跟粉丝及时互动 为了争取年轻选票 蔡英文真的拼了 明示新闻做不到 至于在大台中市